南非,位於非洲最南部,是由土著黑白人為一體國家 因為多元的文化傳統為南非得到彩虹之邦的美青 而國內有很多豐富天然資源,例如礦業、鋼鐵業 所以南非的GDP是世界排名20,是非洲最發達的國家 其中一個南非被人深刻的印象莫過於大草原 狠有的野生動物和壯觀的動物大千載是不少由夢寐以求想去的地方 但是,南非的真相真面是否真的這樣呢? 其實,南非的貧窮差距問題非常嚴重 直至2013年統計,南非的堅尼系數是其中最嚴重國家之一 而影響最深遠的一群,就是我們的下一代,兒童 貧窮令他們得不到生活基本需要 暴力令他們得不到家庭溫暖 所以,我們希望將愛心由香港帶往南非,讓他們感受少許的溫暖之餘 更重要的是藉著這次的旅程,讓大家對南非兒童的關注 在旅程前,我們會製作曲奇餅和朱古力去同學和親朋戚接入移賣 將所得的善款及玩具和書籍帶往南非 我們會前往開普敦,到當地的小學而教 因為當地有很多捐贈回來的電腦未用過 所以,我們除了教他們的英文之餘,都會教他們怎樣用電腦 我們也會去孤兒院進行探訪 派發一些捐贈的物資 也會讓他們玩遊戲,令他們感受到有生人對他們關懷 要實現這個旅程是很需要你們的支持 你們的一票非常重要 只要按一個按鈕就可以幫助旅程來實現 不要綠色你們的愛心 將愛心帶黃彩虹之國 將愛心寶藏難非 美味美味 會片燈 外… 每… 旅程…